如果说您是喜欢逛街的观众朋友 对于东区百货公司的生态 应该不陌生 过去是星光跟SOGO两强鼎立 没有想到12年后 微风窜起了 而且您营收已经破百亿 现在名列第三名 这背后其实有个很年轻的掌门人 43岁的微风常务董事长廖正翰 过去廖正翰的老婆 孙芸芸比他有名 那么现在廖正翰可以说是 东区的百货王 一起来看看我们记者的贴身独家专访 露出假胸肌不怕半丑 马上又变身雷神索尔 这么爱玩角色扮演的这对夫妻 正是年长百亿的微风百货 长董廖正翰 以及广告宠儿孙芸芸 过去廖正翰的老婆比他有名 但如今在东区的百货圈 43岁的廖正翰却抖入油风 因为2014年微风正式挤进 全台前三强的百货 年营收通到132亿 仅次新光三月的750亿 和SOGO的410亿 这是小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秘诀啦 采访这一天是假日 原来廖正翰的字典里没有休假 六日就是他最忙的一天 许卖场就是他一天的开始 也难得在电视荧幕前曝光 其实像这个也是啊 他大概就是有东西贴在地上 原来金牛座的廖正翰有点小灰毛 比如像这个 这个就会剪了一下 刚刚发现的是什么 哦哦原来地不干净 他都不放过 只是这百货公司的大老板 居然连垃圾桶怎么摆都有意见 我把垃圾桶套在这边 然后垃圾袋会露出来一点点 那其实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我觉得那个对客人很无尊重 几近严格的管理却是有代价 这是当年的台北车站二楼 本来是流浪汉聚集的地方 但廖正翰却反转了他 惯然一新 但当年外界看他是少爷 闲着金汤池出身 几乎看衰他 我的失眠的状况 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就是可能晚上会睡不着 会一直在想说我明天 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压力大到失眠 一度需要靠安眠 不顾父亲的反对 预算从两亿五千万 以后追加到五亿元 结果业绩成长率突破130% 跌破一堆人的眼镜 起退动 对照十年前 廖正翰是个门外汉 也是个有父爸爸的少爷 如今他却是个精明又干练的百货王 每个店他的 有没有微笑很重要 而且那个微笑 是不是从心里面来的真的很重要 不只用看的 现场直接考贵姐的反应 要不要推荐一下 我们招牌的话是日式泡芙 那饼干的话是多成外皮比较脆的 这一头突击贵姐 接着难题又来了 就过啊 其他我觉得很好 后不够啊 看服务之外 廖正翰居然有两脚哲学 他靠右脚逛出时尚 也用左脚持出时尚 原来这就是百货要制胜 分散经营的风险哲学 我自己很不喜欢逛卖场 虽然我在做卖场 可是我很喜欢逛街 有蜡烛 然后这边有雨鞋 然后完了之后再去逛街 他打破了旧框框 创造了廖正翰的style 下一步他又语出惊人 我一直很想去开发夜市 而这一位呢 是老牌食品厂 请不吝点赞订阅